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來了 大家看到了 扔招就不會有食招了 其實不是講波輸了給我 因為肚餓而已 這個 講一招的就是 香港人現在的命運真的很嚴重 受人操聾 當然我們沒有聯絡到 好像你手裡吃的那種香蕉 引起的一個政治的術語 叫做香蕉共和國 是吧 香蕉共和國話說 加勒比海的一些小島國 是生產香蕉為主的 沽緯其名 其實這個叫做多明尼加 多香蕉 為什麼香蕉共和國那麼嚴重呢 因為多香蕉引起了和端 就是這個地悶 你是不是吃地悶椒 應該是 這麼漂亮的焦氣 地悶壟斷了加勒比海的生意 吃地悶雜果 當然現在遍佈全世界 隨著技術的甲生 隨時都中了全球花 以前地悶在加勒比海是為所欲為的 那這個香蕉共和國是怎樣呢 就是 話說有一次 就是我不賣焦給你 你價格太低了 陸地悶行 你不賣就不賣 但是一說了不賣之後 又沒有船 甚麼都沒有 那怎麼賣焦出來呢 就是這個問題 香蕉共和國就是身不由己 就算你政治上獨立了 撤離了殖民地統治之後 但是你給新殖民地主義 一種沒有殖民地總督的 新殖民地主義是剝術的 就是這樣 這裏大家都留意到 這條食完的焦有甚麼用呢 可能一會兒長妹就會試試 怎樣丟焦 這個很難的 就是焦皮就沒有重力 沒有重力 但不要浪費焦 吃完才丟有氣力丟 但我們剛才在第一節節目 也說到關於師姐 最近關於對香港法治的一些看法 她就說香蕉共和國 香蕉共和國 我們這個香蕉共和國 不就要被人家包起 其實說到158 基本上158 就是講了在甚麼時候釋法 的的確確 一般來說 即是說司法系統裏面 是必須由終審庭 在做這個有關中港之間的關係 有關這些事情的時候 她做一個判決的時候 是沒有把握的時候就要釋法 但是她在那裡流動 就是誰人都可以釋法 其實誰人都可以要求釋法 那就是特首 因為如果你用人大制度 人大是全國最高的計劃 要集行政立法司法的大權於一身 所以解釋法律一定是全國人大的常委會 或者是全國人大的 所以順理成章當158裡面沒有說清楚 如果說哪些人可以哪些人不行的時候 或者哪些人才 只要哪些人可以的時候 就會一定延伸了一件事 就是說有人可以在158的條文 找到一個根據 就是說特首或者任何的香港人 覺得不對勁 可以寫封信給國務院 或者叫人大釋法 上次責任權組就很古怪 就是她提交一個報告給國務院 由國務院提請人大釋法 董建華就直接向人大提請釋法 就被香港人大釋放在那裡 至於詩姐講或者詩姑講 就是大一個稱為 她就說人大 這個香港各級的法院 不懂得大陸的事情出錯 到底是不懂得甚麼 應該是 未做終審判決之前 說的東西跟中港關係無關的 都照釋法呢 譬如高等法院都可以向人大釋法 或者高等法院可以就公安條例 尋求人大釋法呢 就是不需要是中港關係 所以我就不明白 又或者很可能那個釋法背後 就是說 咦 其實我是中央 或者是我們特區政府之前 鬥署這件事有個看法立場 但是你中審庭這樣判 所以我覺得 就是應該提請人大釋法 去糾正這個終審程出現的錯誤 所以我想 人大釋法背後 究竟是一個基於專業判斷的釋法 還是一個 純粹是一個政治決定的釋法 我想大家看回以往的一些情況 可能都深度有數 其實某個程度來說 如果你不是太過膽毛波 或者不是天災人禍 坦白說 你一定可以錯過司法程序 由香港的司法機構 去先做了一個香港就那條條例的解釋 然後才提醒人大釋法就行的 或者是去到這個終審庭 法官都覺得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就好像最近的一件事 涉及到中央政府香港的權力的問題 這個終審庭就主張釋法就釋了 其實香港人覺得如果你跟了終審庭 我還有些信心 因為表面上法官是獨立的 而且終審庭有非常任的外國的法官 可以做好平衡 你都是特首的 信不信他 就是普通一個人 你真是麻煩了 普通一個人一定是不會的 雖然法例上是說 普通一個人都可以提醒人大釋法 但就一定不會騷擾你的 除非那個人叫梁愛詩 所以梁愛詩說 我也有說話言論自由 問題是說 你不是一個普通的師奶或者是阿菇 你是梁愛詩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給他 騰洗充分的言論自由 這個記者就當著他 見真的就問 讓他說多一點 第二 既然現在他說大律師公會 和律師公會寫信給他 他也挑戰他說 其實在法官審案的時候 就做判決之前 有些學者都寫過 講那件案 其實是否影響司法獨立 他覺得不是 我覺得這個觀點都是對的 其實都不是 他的觀點就是說 我現在不是在講每一件案 不是在講過外 是在講整個司法系統 所以你不懂事 所以令到中央難做 所以才會有釋法 如果從這個角度說 他就說這就不是干預司法獨立 在這點上他未必是錯 因為那件案 但如果你說你整個司法系統都攻擊了 然後你是一個這麼有身份的人 因為他阿姑姑是基本法委員會的副主任 是不是講笑 為高權重 前律政司司長 對 你那些有自由也沒問題 你要為自由付出 就是你要向香港人不停地解釋 而這個大律師公會或法律界的人 或者香港不滿意的人 去問你的時候 你不可以說我現在不要言論自由 是否有多餘的 說話 你說不可以說到底 我可以言論自由 然後把屁股走下去 我可以放屁股自由 最討人討厭的 放完屁股 你走出去訪門口放 那當然有放屁的自由 不是在我們這裡放的 很簡單的原理 所以如果你有言論自由 你要為這個言論自由付出你的代價 在這個問題上 這個代價不是劉曉波的代價 不是坐牢 是讓你說多些話說清楚 你就先講不公道 劉曉波付出的代價就是怎樣 一講完之後就 就好像師姑說 你都不懂世界 你講些話人大不合聽 那你就喪失言論自由 連人生自由都喪失了 現在我們跟師姑說 你有言論自由當然有 就算你是一個 基本法委員會的副主任 你都有言論自由 但是你要為你那個 公職的權位負責 如果你是代表 你說你是個人 你基本法委員會的副主任 你出來講都不是什麼個人 師長 他搶有癌 那個人無緣無故說出來 都要判監 因為洩漏了私隱 難道我長毛 生搶癌 被人說了那個人會判六個禮拜 你浪費氣 說什麼 這個是非一般的言論自由 非一般的言論自由都應該尊重 但是非一般的言論自由 所要承擔的責任 是不是很大 其實重點就是因為你的角色 你的身份 你的地位 是 不是背後的權力 我們不是說他講完之後不讓他講 他講多些 不是讓他講 他講大把報紙要燈 大公民會排隊燈 不用怕 他去千里超超 南沙 南沙 為了霍英東敗賣後事 把南沙揭入到國際戰略上的發展 反正真的以為真是慘 死之前沒有人 死之外有人沒有他 臭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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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錢 現在周街錢 人家的量化寬鬆衫 我們祖國在中共統治之下 都有量化寬鬆衫 前面就泵了量衫 大家鬆 大家鬆 只能過水濕腳 但是我們在蜜瓜 就不止過水濕腳 就年年上升